我們再次掌聲謝謝我們的潘議長 我們這張口我們先看那個圖 我們這張口是什麼題目 知道這堂課題是什麼嗎 你都沒有課表 讓你們回復一下注意力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我們先看一下為什麼要讓各位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 這張圖是 滿清的時尊 以治理下的台灣 台灣地圖 滿清的時尊 以治理下的台灣 台灣的地圖 跟我們現在看的台灣的地圖怎麼有成 你知道台灣在哪裡嗎 這是台灣 這怎麼有成 什麼少一半 少很多吧 少三分之二吧 中央山脈 東部都沒了 奇怪他怎麼圍這個地圖 他怎麼圍一個 這是台灣 我們來看戰爭史 滿清那個時候治理台灣 他佔領台灣 然後他當然會製作台灣的地圖 他覺得他擁有台灣對不對 所以他製作台灣的地圖 所以他製作台灣的地圖 台灣的地圖 他製作的 這是一貫的 六個屯股區 一貫 村的他都沒貫到 所以 從這張地圖 你可以很深刻的了解 在那時候 滿清是沒有完全佔領台灣的 那我們 現在就來了解 什麼叫戰爭史 什麼叫做戰爭法 什麼叫做萬國公法 什麼叫做國際法 我們現在 我們不要去跟你們上完課 你們上完課 出去外面 一定會很熱情 像我剛開始一樣 要跟人家說 會說得離離落 為什麼 你們聽老師 你講都說得 好像很厲害 我也都會笑 為什麼會說得離離落 很正常 你聽一段演講 老師講的那個內容百分之百 你們回去吸收大概一半 就很多了 就專心聽吸收一半就很多了 然後出去講 可以說兩聲 當然也去打錢 我現在就要 這堂課比較實戰 讓各位了解 你講的時候 你可以讓人家很清楚了解 這張地圖 我們來了解 這張地圖是 1830年之後 1830年之後 為什麼要用1830年 1820年這座界定 你知道嗎 這在拿破崙戰爭 拿破崙戰爭 各位都知道了 拿破崙亞蘇 他輸 我們都知道滑鐵爐他輸了吧 人家說打敗了就滑鐵爐 滑鐵爐他輸了 輸得淺淺淺淺 那時候也誕生了很多很多 各位如果去看貨幣戰爭 多看一看 書上都有在寫 然後 拿破崙打輸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們都有規定 萬國公法就開始規定了 第一條 佔領不得移鑽主權 這真的不能移鑽主權 所以 在1830年之前 陳吉思汗征服了歐洲大陸 他有沒有把那些變成他自己的國家 有 亞歷山大 打敗了很多的國家 有沒有把他佔領 他們有沒有把他移鑽主權 有 所以在1830年之前 在1830年 這是一個分水嶺 1830年之前 所有的戰艦打贏就是我的 土地就是我的 奧雄帝國 什麼這些很大的國家 俄羅斯打來打去 折贏就是 他們就把那些國家變他們的 這樣不行 這樣子 世界會大亂 而且民族性 一些種族會被消滅 人也分很多的種族 有黑人 有白人 有黃人 黃種人 這麼多種人 所以不能讓民族性被消滅 所以從1830年之後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中國一直說台灣是他們的 他不是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不是 是不是 是嘛 他講說中國在台灣 台灣在中國 台灣就是中國 所以他一直說 台灣是他們的 好 那如果看到他們的祖先 他們的祖先 佔有台灣 這個是他們佔有的台灣 那這樣子講很簡單啊 我們就回溯嘛 你不要說 400年前 400年前 之前 有一個海盜船 那時候應該講海盜船 荷蘭的船隻 經過了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是哪裡 各位知道嗎 台灣 台灣很多名 還叫中華民國 還叫福爾摩沙 荷蘭人經過了福爾摩沙 他說四八年前 十六世紀 他說這個地方好漂亮 然後再一看 島上好多的梅花露 又可以種甘蔗 你知道那時候的蔗糖 在歐洲等於黃金一樣 我還可以種甘蔗 煉成蔗糖 我還可以拿鹿皮 到我那邊比較寒冷冬天 讓他們取暖 他就去找那個明朝 中國的明朝 我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資格 可以在你這裡 打獵 把那個鹿做成鹿皮 在那邊種植種甘蔗 把它變成蔗糖 銷到我歐洲 結果你們知道明朝怎麼回答 我們現在講歷史 你們家人都會跟你講 他們會有一些 四世而非的歷史 因為我們受了 中國奴役教育69年 69年他們會跟你講 一些很奇怪的歷史 我們講回去四百年前 這在注意力系統裡面 他們會先錯亂 注意力有分五個系統 這是我一直在研究的 在美國在學的就是這一塊 好 他們的注意力錯亂 因為你剛剛講到四百年前 他不知道你要說什麼 那我們要講得很清楚 我剛剛在講的 這個過程是 我們歷史書上面都有記載 四百年前 荷蘭人來到了台灣 他想要台灣的梅花路 當那個鹿皮 他想要台灣的蔗唐 他跑到明朝 跑到中國的明朝 去跟他講說 我有什麼條件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 在你的台灣的領土上面 去打獵 那你知道明朝怎麼回答 明朝怎麼回答 各位知道嗎 他沒有講化外之地 他說這不是我管的 四百年前說這不是我管的 你要去找日本的幕府將軍 荷蘭說這不是你的土地喔 他說這邊屯肯 一樣這邊屯肯都是日本人 所以你要去找日本進貢 所以他跟日本的幕府將軍 一年進貢三萬張的鹿皮 也就是說那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家男朋友 可能我們到處的森林 全部都是梅花鹿 他可以一年進貢三萬張 給他一分三萬隻梅花鹿的鹿皮 然後剩下的 再銷到他們歐洲去 那時候我們的梅花鹿有多少 所以在那個當下 明朝他完全不承認台灣是他的 他說你要進貢 要找日本進貢 要找日本的幕府將軍進貢 如果這樣說 我們以前說戰爭法 萬國公法還沒有成立之前 那四八年前台灣是誰的 請問各位 日本的啊 為什麼到一百九五年之後 到1830年之後 怎麼台灣變滿清的 為什麼 歷史有斷層 所以我們在講 我們不要跟人家講那些情啊 那些理啊 你不要講那些什麼 甘情啦 政治啦 那都不準啦 我們要怎麼說法 國際上承認的 萬國公法是全世界承認的最高法 比憲法還高 比戰爭法 比國際法都還高 萬國公法 1830年之後的萬國公法 就規定了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所以那時候各位就知道了 1830年之後 在那之前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又變成滿清的 因為那時候日本發布禁海令 所以 他的人 他的屯肯 他全部都撤退 這裡的 全部都撤退回北方 回到日本去了 所以他這裡就暫時放下不管 但是 日本人一直記得台灣 一直記得台灣 所以1895年 簽訂下官條約 日本叫下官條約 台灣叫馬官條約 簽訂了下官條約 把台灣跟澎湖怎麼樣 永久割讓給日本 所以日本本來就是把他的東西要回來 永久割讓給日本 好 他如果還是不服 如果你的朋友還是不服 其實他把這個割讓給日本 他把這個還給日本而已 日本拿回來之後 當然花了很長的時間 花了大概50年的時間 才把台灣整個統一 好那我們先不要講這個 我們先講下官條約 各位知道下官條約 滿清割讓台灣澎湖還有割讓哪裡 給日本 各位知道嗎 對 遼東半島 這很有很認真在念書 他割讓台灣澎湖跟遼東半島 台灣澎湖遼東半島 那為什麼 幾天之後 十綱一要重新簽訂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沒錯 他是 遼東半島是中國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能 不能割讓 所以一要把遼東半島 趕快再定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所以 在那個時候 滿清自己就很清楚了 遼東半島是我的 台灣澎湖不是我的 因為台灣澎湖是他的什麼 殖民地而已嘛 他只在這裡殖民 他把這裡當作畫外之地嘛 講到這裡 各位還了解嗎 還可以繼續嗎 我看大家好像目光有點呆滯了這樣 這樣說沒什麼下去了 要了解 這些過去的歷史 你要跟你的朋友要跟你聊 你跟他聊歷史嘛 我講法理嘛 遼東半島是中國的 所以遼南條約定律 下官條約簽了以後這樣不對 英國日本他們都 英國法國他們都反對 趕快把他還給 還給那個 中國 台灣跟澎湖可以變成日本的 也就是說 台灣跟澎湖在1895年之後 中國就永遠割讓 永久割讓給日本了 你永久割讓的 可以把人家要回來嗎 你現在 跟人家訂了一個契約 我們再講到現在 訂了一個契約 你跟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結婚了 訂了一個結婚契約 你可以完全不訂任何契約 就跟他離婚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想就要簽離婚協議書 1895年之後 1895年之後 台灣澎湖永遠割讓給日本之後 日本就完全的擁有台灣了 但是那個時候 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我們台灣比較悲情 為什麼我們比較悲情 因為那時候 日本覺得台灣太重要了 所以在1945年 那時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是派那個關東軍 第十方面軍 重兵駐守台灣 請問 那時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跑過遙遠的太平洋 去打哪裡 珍珠港 珍珠港是誰的 美國的 所以日本跟誰在打仗 美國 所以他會在菲律賓 在中途島 在硫磺島 跟美軍一直不斷的在作戰 為什麼美軍怎麼跳過兩國 怎麼跳過台灣 他怎麼不來打台灣 他為什麼不來打台灣 不知道 因為關東軍在這裡 他把最強的軍隊派在這裡 你在作戰 我們今天假設 我們在作戰 然後前面有一個200公分的 200公斤的巨人 你怎麼會在那裡戰 你會不會繞過他去打別人 會嘛 他把最強的軍隊 最精銳的武器 全部放在台灣 所以美國就講得很好聽 我現在實施跳島戰術 跳島 他跳過台灣 從中途島 菲律賓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跳過台灣直接去打琉球 打日本跟台灣中間的琉球 沃克娜瓦 他在1945年的3月26號 去打琉球 五天 琉球就 堪救了 堪救贏 在1945年的4月1號 他就成立琉球民政府了 只要打仗 1830年之後只要打仗 打贏了 他要馬上成立 在當地成立一個民政府 美國那時候打伊拉克 七天 沙漠風暴七天 他打敗了伊拉克 有沒有馬上成立伊拉克民政府 有 所以馬上讓伊拉克民政府 在那裡辦你伊拉克的 民政府的身份證 他在短短的三個月 就辦了300萬張 因為那個時候 按照國際法 按照戰爭法 所以他那裡辦很快 很快 有時候台灣在辦新聞 很慢 這是我們的悲哀 我從小 我從小 都說 蝴肉圍 因為爸爸媽媽都說蝴肉圍 一直到國小一年級 去學校的時候 突然老師說 你不能說蝴肉圍 你要說北京圍 不然你就要發錢 不然你就要去打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忘記自己是 那個我會講蝴肉圍 其實那不是我的母語 如果真的要講母語 剛剛潘老師有講 潘議長你們就了解 我們真正的母語 我們平譜如人 我們的母語是希拉牙語 各位有沒有聽過希拉牙語 沒有 我也沒聽過 希拉牙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連聽都沒聽過 我們的民族幾乎已經被 中國完全的消滅了 所以這是我們的悲哀 我剛剛講到我們的悲哀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人家伊拉克在辦 伊拉克民政務的身份證 很快四個月就辦了三百萬張 我們到現在辦了兩萬多張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是台灣人 很奇怪 你去外面問人 你去問你的朋友 你是台灣人嗎 他會跟你說怎麼樣 我問各位 你是台灣人嗎 是耶 大家都說是 你們都說是耶 不是嗎 你要怎麼證明 這個我大家都看 我們拿的新聞證 你有什麼 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耶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請問一下 你用的鈔票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耶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台灣 你用的新聞證 用的鈔票 用的護照 都是中華民國 你又說你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辦身份證 才會這麼辛苦 這個時候 我會拿出這張 但是你要了解 這是心理學 你拿出這張 你拿出這張 你的朋友會以為 你要叫他辦對不對 我每次拿這張 你要我辦台灣新聞證 對不對 因為我頂完現在 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他是不是會直接這樣問你 你就是要叫我辦新聞證 是不是 我們幹嘛 我們幹嘛 要跟著他這樣去走 我會跟他講 其實我只是讓你知道 我是台灣人 你不用辦 你不用辦 你想不想他辦 你為什麼要叫他不要辦 因為他這張是中國人 這在心理學裡面 這在心理學裡面 真的是 這是預計還營 其實 你要讓他 注意力一直不斷的錯亂 你才可以指引他的注意力 你要讓他注意力不斷的錯亂 他會覺得 你就是要叫他辦新聞證 結果你說 其實你可以不用辦 他反而會問你 為什麼我不用辦 我是台灣人 為什麼我不用辦 他說很快 很快很快 你就會被借 被界限住 你會被區分開來 你是中國人還是中國的第二代 還是台灣人 還是辦山 他說什麼意思 各位年輕人 你們知道什麼叫辦山嗎 知道嗎 不知道 好請問一下 這裡才跟各位分享一下 請問一下辦山他是哪一個哪一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 他如果是中國跟台灣生的 他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他不是台灣人 他不是台灣人 他是中國人 因為國際法有規定 國際法有規定 你沒有國際 你生的孩子 還是說你嫁的人 他有國際 他就是國際 比如說 我們中國 我們台灣人 去娶一個越南新娘 生的小孩 是台灣籍 還是越南籍 越南籍 我的媽媽 越南 他不是台灣籍 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已經判定了 我們台灣人無國籍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既然台灣人無國籍 台灣人生的小孩 都屬於有國籍的那一方 他跟中國人生就是中國籍 他跟印尼人生就是印尼籍 他跟泰國人生就是泰國籍 那天我有一個朋友柬埔寨的 他說 那我的小朋友是柬埔寨 我說沒錯 你小朋友就是柬埔寨籍 他說柬埔寨的福利很不好 他說 有 將來我們民政務執政 他有機會 因為我們到時候 我們重新恢復我們的國籍 他有機會 再次申請 但是他現在 他屬於那個有國籍的 那個國家的人 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台灣 整個這69年來 都在政治煉獄裡面 都一直被中國的奴化教育 可以幫我放那個中國的奴化教育 你們看那個 蔣先生 他怎麼樣慢慢的欺騙你們 就在上個禮拜那裡面有中國的奴化教育 你看 這是我們念的歷史 1937年的7月7號 日本帝國 我先跟各位講 我現在講的 你由於我們的官網 台灣民政務官網 左下角一個台灣戰爭史 那裡頭都有 現在有400多天 400多篇 每天都會登一篇在上面 你們看完以後 如果你400多篇看完以後 你再去跟人家 這個辯論 你會比較容易變得贏 因為你跟他講法理 你不跟他講情感 他在那生來生去 你萬變不離其中 這個是戰爭史裡面其中一篇 26年7月7號 中華民國26年7月7號 我們都有念到 日本帝國 對中國東北發動侵略 這個叫什麼 盧溝橋事變 各位都有念到 中華民國蔣介石元帥 被迫呼籲對日戰爭 但是一路戰敗 請問一下 那時候是 蔣介石發布戰爭的嗎 我們一個國家 對一個國家宣戰 不是蔣介石 而且那時候 剛剛那個 那個潘議長有講過 台灣那時候有 不是中國那時候 有四個合法的政權 一個叫汪精衛政權 一個叫毛澤東政權 一個蔣介石政權 一個滿洲國 奇怪 那四個國家 那四個合法的中國政權 有兩個對日本宣戰 有兩個對美國宣戰 滿洲國 汪精衛 他們對美國宣戰 然後呢 毛澤東跟蔣介石 對日本宣戰 對日本宣戰 他們自己要先怕嘛 他們先怕統一 再來決定要對誰宣戰 不是嗎 而且那時候 不是蔣介石宣戰 一個宣戰 是要有國家的那個主席 那時候主席叫林森 所以蔣介石 那時候什麼都不是 杜魯門有講過 他在國際上 一個國家的元首 美國國家元首 美國的總統 公開的發表 他說 蔣介石 一家都是賊 他這樣說 是很沒力 他對曾經擔任過另外一個國家元首 說一家都是賊 為什麼 從頭到尾都騙 他騙台灣人 所以讓台灣現在辦身份證 這麼的困難 他這樣一路騙台灣人 騙到現在很多台灣人 都是任賊做父 既然我們那時候是日本佔領我們 我們已經是屬於日本的 而且在1945年的4月1號 我們已經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當下我們已經是日本台灣人了 那請問一下我們跟美國作戰 美國跟中國是盟軍 中國來佔領台灣 那台灣要去當美國 台灣要去當美國中國的兵嗎 要嗎 那我們不是任賊做父嗎 我們如果美國好 中國又說我們要跟日本再打起來 我們跟我們的祖國在作戰 我們跟有39100個 在禁國神社裡面的英靈 我們台灣的英靈 我們跟那些我們的祖先在作戰 這樣對嗎 這樣對 所以我們根本不用當中國兵 這個以後 我們執政以後我們都會跟美國要回來 好 我們回來看這邊 到四川重慶 那個中國幾乎要投降了 已經要輸給日本了 結果1941年 12月9號日本七夕美國珍珠港 美國國會八日對日本帝國宣戰 其實12月9號 泰哥 你們去看那個電影 真的要去看那個電影 我們很多的 我們要開始了解我們日本的歷史 下午徐哥林老師也會告訴各位 待會兒潘優謙潘老師也會告訴各位 怎麼去那個了解這些邏輯 那你要去看看板上之雲 看看我們日本的歷史 看看布毛之地 這些都是我們曾經我們的歷史 我們通通不知道 我們現在只有督督中國歷史 我們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歷史 你知道那個時候我們幾乎打贏了 那時候幾乎已經要把美國打得很慘 只是美國那時候真的是他的地太大 然後他的力量比較強大 那時候剛好那個指揮官 指揮官本來在日本都已經定義好作戰策略 第一個封鎖他的軍港 第二個把他那個油庫全部炸掉 讓美國至少癱瘓半年以上 他沒有那麼快迅速恢復 第一波軍港封鎖了 第二波油庫沒有炸掉 為什麼 沒有把他油庫炸掉 那時候是我們最大的策略的失敗 油庫炸掉以後 今天美國沒有那麼快又再站起來 回來打回來日本 跳島戰術一直打回來 那時候因為他的航空母艦回航 所以他們突然改變主義 去對付他的航空母艦 所以這是戰略 這戰略很大的失策 因為如果要打擊敵人 我們打擊敵人就要讓他癱瘓 打就是要打贏 我有去學過一小段時間的截拳道 各位可能沒有聽過截拳道 知道截拳道是誰的功夫嗎 李小龍 為什麼你會看到 泰拳道打得很好 空手道打得很好 什麼泰國的泰拳 那些在國際武術上都有 為什麼你很少聽到截拳道 為什麼很少聽到 截拳道不花俏 他一點都不花俏 我們老師告訴我們 我們只是在最短時間之內 讓敵人沒有反擊的能力 我們學的就是這個 最短時間之內 讓敵人沒有反擊的能力 所以截拳道打開去比賽 人家不像跆拳道那邊踢來踢去 可以踢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他是不到三十秒 每個對手都躺在地上 沒有反擊的能力 他這樣不好看 我們又沒有那些花招 腿抬起來在那邊轉啊轉啊 飛來飛踢 沒有沒有很多花招 我們的訓練就是 在最短時間之內 讓敵人沒有反擊的能力 那時候日本的策略也是一樣 他們要在最短的時間 他們去打珍珠港 不是跟他玩的 他打敗美國 是要在讓他最短的時間之內 會很長的時間 癱瘓他的作戰能力 所以那個時候 策略改變 戰略改變 所以整個地球的形式改變 當然我們也知道侵略是不對的 但是那個時候 害到我們台灣人 難說 變得很無辜 為什麼 我們這一千多萬的台灣人 一直犧牲到現在 69年來 真的 我從小 我從小 我媽媽就訓練我演講 朗讀辯論 我一直到台北在開器官 顧問公司 都在做訓練 很難說的 不過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因為你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歷史 所以說到 背天正地 我在馬祖當兵 我還是反台獨宣講隊的隊長 我還是三民主義的巡迴教官 有沒有覺得很可悲 真的任賊做父 我當著三千多個人 在跟他們講三民主義有多好 然後師長 演講 繼續師長都會跟我說 我聽你的演講 第一次聽到三民主義會不會睡 沒有都睡一片 我自己這樣講笑笑的 其實心裡面很痠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說我們過去的榮光 我真的不知道 228事件以後 因為那時候沒有接觸到228的長輩 一直來到這裡 遇到潘信錦老師 遇到那個蔡財源老師 他們在告訴我們228事件 才知道 當初他們是怎麼暴政在對付我們台灣 他們用兩手策略 所以現在秘書長也常常講 我們用兩手策略回敬他們 第一個 你如果順從我 你就是中國人 你不順從我 我就用戰爭法 戰爭法裡面有規定 在地的那個 人民不能反抗 他會把它當作暴動 所以他用戰爭法 他跟美國講說 因為台灣人民暴動 所以我戒嚴 我用戰爭法 我把他們殺了 因為他完全都沒有去 我們那時候其實 1947年 那時候台灣很多的知識分子 那時候台灣沒有每世人 滿清那時候在訓練什麼 台灣沒有很多讀書人 他們了解 他們有一些人也了解國際法 所以有一群人 跑到東京去抗議 希望日本天皇 復刑逝世 不要把他的權力 suspend 什麼叫suspend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有的 台灣 台灣 他沒有指定收受國 但是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的所有權 日本天皇 他的所有的權力 他的所有的 right title 跟claim全部都被suspend 被暫時的吊起來 意大利對索馬利亞的條約 索馬利亞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所以呢 那時候意大利對索馬利亞 他只有他的right跟title 被suspend 日本不一樣 日本帝國對台灣 是擁有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所以他所有的權力都被吊起來 好 好 我這樣有點離題 我們先回來這邊 我們先把這邊看完 中華民國主席林森對日本宣戰 蔣介石是行政院長 沒有資格宣戰 根本不符合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所以日本帝國完全不理他 在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布五條件投降 依照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 蔣介石軍隊來台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 台灣因此受到軍事暫時管理 暫時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暫時 這個暫時不會因為時間越長 不會因為時間越長 這個暫時的狀況就消滅掉 就像民進黨某個大佬在講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失效了 我們有沒有看過 在國際上有定例 在51個國家有沒有重新定一個法令 把舊金山和約推翻掉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那為什麼舊金山和約會失效 那完全不合乎邏輯 台灣受到 中華民國的軍事戰管 中國歷經傷亡慘烈的內戰 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 消滅了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講消滅 這真的是消滅 你可以到南京 各位如果讀萬卷書 要常常去行萬里路 我也曾經去過那個 那個叫什麼 波蘭 波蘭那邊有一個集中營 你去參觀你會覺得 你會真正知道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 看到德國怎麼去殺猶太人 因為那個集中營裡面都是 猶太人的後裔在那邊導覽 我跟各位形容一下就好了 我剛進去的時候 會被震撼到是整個那個 所有的架子上面 你進去裡面的川郎 全部都是皮箱 我們就問猶太裔的導覽 為什麼這些都是皮箱 為什麼所有的皮箱都在這裡 他說因為所有的猶太人都被騙來的 他們以為 他們在那邊準備一下要 因為他們跟他講說波蘭有很大的土地 很寬廣肥沃的土地 他們可以全部集中到這裡來集中管理 所以那時候集中營是跟他們集中管理 要分配給你們新的土地 所以他們全部都吸家帶卷 所有的行李都帶著 然後進去他們有行李都放在牆壁上 一個一個都整理得好 都在架上 然後人都不見了 行李都還在 五六十年來行李都還在 然後進到一個房間 看到滿桌都是金子 一整桌的金子 剩下就是像這樣的桌子 兩片然後一個金子的山 遠遠看到金光閃閃 這裡還有放金袋 不怕人家老體 你知道 到那邊真的倒抽一口涼氣 一靠近的時候原來都是金牙 金的牙齒 怎麼會這樣 他說因為金的牙齒燒不掉 所以後來金牙全部集中保管 那是多少人的假牙 很恐怖 所以你去看過你就知道 像那些我們剛剛在講到228 那些你知道台灣的精英分子 有多少人 後來在護政事務所去查不見了 中國人講說沒有多少人 幾千個幾百個而已 有二十二萬五千個台灣的精英分子 二十二萬五千 當然跟猶太人比起來很少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消滅中華民國 在南京 我剛剛講到南京那裡有一個石碑 上面寫1911到1949 中華民國 那1911-1949 只要dash後面有數字 就是這個國家已經結束 1911到1949 是中華民國存在的38年 1949年 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國改朝換代 他很聰明 他改朝換代 還是說國父是孫中山 所以 中國真的 中華民國真的不見了 因為同樣都是一個國父 可是換老闆了 事實跟台灣人民 一點關係都沒有 本來就沒有關係 為什麼會有關係 中國人就跟你講 有關係就沒關係 對不對 可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還在跟他搞什麼 有什麼關係 我們跟他本來就沒有關係 我們從1895年 跟他就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我們已經永久割讓給日本 這日本在台灣50年來 真正的把台灣人當人在看 建立下水道 然後蓋鐵路 然後整個做好民生福利 因為那時候日本的親王來到台灣 這都是歷史 各位都可以去看 日本親王來到台灣很快就病死了 日本聽話覺得很奇怪 我兄弟怎麼來台灣 沒多久就病死 原來台灣沒有下水道 台灣不管吃喝拉沙睡都在同一條 又不是印度的橫河 吃喝拉沙睡都在同一條 所以他開始幫台灣建造下水道 你看謝長廷那時候改變日本的下水道 那時候建造多久 日本那個翻修 謝長廷在高雄翻修下水道 他可以兼顧到可以用80年 才開始翻修 這是日本對我們的 一點一滴的奉獻跟付出 那時候日本來台灣建立一個很好的 生活規範跟秩序 我請問一下各位 日本的人口比我們多還比我們少 多 那為什麼日本的馬路上 都沒有看到交通警察 台灣是一大堆的交通警察跟義交 還大家都不守法 是不是 很奇怪 我們去日本很多次 我非常喜歡日本 我去過日本很多次 日本再狹窄 在忙碌的東京街道上 上下班時間也都看不到交通警察 很奇怪 你怎麼自己都會扭 我們台灣人的時間都比較寬 每天都在趕 在台灣開車真的要小心 我好幾次這樣遇到 真的是在台北市開車 安全島這樣突然竄出一個人來 不是貓不是狗 是人竄出來 你會嚇一大跳 因為他們都不走斑馬線 真的是非常驚訝 我們有空等一下再多談談日本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中華民國流亡台灣 離開法定領土 在外建立另外領土建立政權 他離開中國來到台北建立政權 他離開中國的時候 來到台北的時候 剛開始來的時候是誰來 誰來管台灣 各位知道嗎 陳怡一個像 陳怡管那個政治 然後誰是管軍隊 順利人 所以那時候蔣介石他覺得他沒有位子 他不敢來 他從四川重慶飛到哪裡 各位知道嗎 飛到澎湖 他躲在澎湖 然後開始運用他所有的外交手腕 他問問看 那個美國 羅斯福總統 願不願意讓他來到台灣 他派宋美玲去遊說羅斯福總統 遊說成功 那個外國人很奇怪 遇到中國的美女都會這樣子 讚賣掉 然後遊說成功了 好 美國沒有意見 美國沒有意見 就換陳怡跟順利人 陳怡跟順利人 要不要讓蔣介石來台灣 因為他是流亡 結果順利人就飛到澎湖 他飛到澎湖 他說我們永遠效忠蔣主席 所以蔣介石就瘋瘋光光的來到台灣 這個殺人大魔王 他就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之後 他第一個 第一個 就像那個趙匡義一樣 第一個要開始讓工程 就冷凍起來 所以他第一個把誰兵起來 順利人 各位都知道順利人的下場 很可憐 他去宣誓效忠蔣主席 所以各位 你要開始了解 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是誰 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是誰 不是蔣介石 你們唸的 你們唱的歌 都有學到 什麼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 他離開法定領土 再另外的領土建立政權 國際法稱為流亡政權 所以各位知道 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國際地位都沒有辦法合法 就是因為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而他 在台灣 都一直告訴所有的台灣的 本土台灣人說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 然後再縮小 中華民國在台灣 流亡政府也不要了 所以你從頭到尾就學到中華民國在台灣 難怪台灣的國際地位沒有辦法正常化 你有沒有台灣人 完全都不知道自己的國際地位了 外國人又怎麼會知道我們的國際地位呢 那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在台灣 我們不要用這裡 直接跟他們爭辯 他們說中華民國已經在台灣實質佔領69年了 他實質佔領69年 領土就會變成他的嗎 不會 為什麼 他沒有完全沒有經過國際法 跟萬國公法的一個認證 舉例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現在說他們公投決定 他們要回到俄羅斯對不對 有沒有合乎國際法 有沒有合乎萬國公法 聯合國已經發佈 發佈一個那個 開會的一個討論 克里米亞的公投不合法 不合乎國際法 不合乎萬國公法 因為這裡沒有寫到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 他不可以 就地合法 他也不可以移轉主權 就算當初 是赫魯雪夫 把克里米亞送給烏克蘭的 他就赫魯雪夫一天是不是 林雪茲就沒人知道 他反正到時候 他說全部都是蘇維埃 我克里米亞的烏克蘭 也是在我蘇維埃的共和國裡面 他怎麼知道 到最後蘇維埃會解體 會變成一個一個的國家 所以已經送人 送人現在 你那是孩子 送人他太會了 所以他的嫌疏還要給他拖回來 這樣對 而且 我們講一個比較實際的 克里米亞是實施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各位知道嗎 各位知道嗎 烏克蘭的憲法還是俄羅斯的憲法 烏克蘭的嘛 就像 我們都一直不了解 像澳洲 紐西蘭 他們都是大英國寫的一部分 對不對 那大英國寫有四個國家 對不對 有威爾斯 有北愛爾蘭 有蘇格蘭 有英國 有四個國家 這四個國家都是實施英國憲法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澳洲是實施英國憲法還是澳洲憲法 澳洲憲法 那紐西蘭是實施英國憲法還是紐西蘭憲法 錯 他是實施英國憲法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國家他實施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所以各位就了解了 各位了解澳洲已經是獨立的一個國家了 就像克里米亞他是實施烏克蘭的憲法一樣 這些你們大家慢慢越來越了解 你就是國憲法的專家不要看自己說頭髮都白了 你也一樣是國憲法的專家 因為你懂他們懂的 我們的資訊開始不對稱 你那些年輕人他們念的都是中華民國的歷史 念中華民國的國憲法 都是騙人的 所以當你了解這真正國憲法之後 你就會了解到 當初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剛好波蘭也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請問一下為什麼 德國打敗了法國 打敗了波蘭 為什麼他們都要流亡到倫敦 他們的流亡政府都為什麼要流亡到倫敦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各位在戰爭 那個時候英國他一直還在跟德國戰 而且他又隔了一個英吉利海峽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他們不需要流亡政府一天到晚 你是不是需要流亡政府 假設啦中華民國會流亡到我們這邊來 他們為什麼不流亡去別的地方 流亡政府會希望一直跑來跑去嗎 他們希望流亡完了之後就回到他們國家 法國流亡在倫敦 流亡一段時間之後就回到法國對不對 好 好 那我請問一下各位 一樣的道理 各位去思考一下 中國的奴役教育就教各位不懂的思考 永遠都是一加一等於二 你知道台灣很多的天才 到國外變天才 在台灣都被那個教育整個壓垮了 我請問一下各位思考一下 今天波蘭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他在倫敦對不對 好我們回到那個當下 波蘭的流亡政府要選臨時總理 他會叫倫敦的市民去投票嗎 那法國的流亡政府 他現在選擇他們法國流亡政府的臨時總理 他會叫倫敦的市民去投票嗎 也不會嘛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要選流亡的總統 要叫我們台灣人去投票 對啊 你要讓我們台灣年輕人醒過來這樣好不好 你們都可以了解嘛 如果今天倫敦市民 他去投他的票 那你是贊成法國流亡政府 在倫敦就地合法了 你是贊成波蘭流亡政府 在倫敦就地合法了 那請問一下 到時候一個倫敦 有三個政府要聽誰的 要聽英國的還是波蘭還是法國的 各位都知道要聽英國的嘛 不是嗎 你知道聽英國的嗎 那你幹嘛去選他的那個流亡總理 那流亡政府到最後他要合法 他回到哪裡才會合法 回到他的國家嘛 不是嗎 中華民國他現在有叫小 他要合法很簡單嘛 打回去嘛 不是嗎 沒有現在中國說不用打回去 我跟你和平共處 我們已經欠英國法大和解了 所以我留一個地方讓你去人 讓你去辯 福建平潭 中國流亡在台灣的第二代 都有收到通知 他們可以到福建平潭去抽籤 免費的房子給他們住 那你知道現在福建平潭的管理人是誰嗎 各位知道嗎 宋楚瑜嘛 宋楚瑜在台灣當省長當得很習慣 他到福建平潭去當省長 所以各位了解 這些他們已經都在進行了 我在股市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告訴各位 所有的事情發生都一定有人先知道 你去觀察判斷就好 會慢慢慢慢慢慢的讓各位知道 所以我剛剛講的不是在開玩笑 我跟我的朋友在講說 其實你如果不用辦 不是在開玩笑 很快你就會來排隊了 你要等到那個時候 所有人都來排隊 辦新聞證 還是現在快辦 你到時候擠破頭 你都還不一定辦得到 然後你有現實的考量 為什麼 我沒有身份證 我沒有身份證 我30塊換1塊 中國人是4萬塊 不要管中國人40萬塊 那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台灣人30塊換1塊 我有身份證 我1塊換1塊 你會不會等到身份證下來再換錢 你那段時間你要吃什麼 你要喝什麼 這是現實考量 你現在如果 本來說我有100萬的新台幣 100萬 結果我沒有身份證 我只能換3萬塊 3萬塊賺台幣 我一定等我身份證下來 所以你要辦 到時候你來擺就好了 慢慢擺 本來就是這樣子 今天我叫你辦是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朋友在告訴你的好消息 你今天你不來辦 你叫我自己叫 我們有必要那麼委屈嗎 我把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把一個你終身 都會感謝我的好消息告訴你 你還給我拿俏 還給我不相信 還覺得我在講 我在練宵 中華民國一直在跟你練宵 他執行占領台灣 他一邊流亡台灣 一邊說光復台灣 反攻大陸 再來用白色恐怖來管你 白色戒嚴恐怖開始 在1952年的4月28號 對日舊金山合約生效 新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保留主權的義務 但是日本天王 仍然保有其領土的所有權跟主權 所以我們才會 你們都才會在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有聽到主席 今天台灣民政府的主權 跟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跟台灣民政府的立場對不對 那到底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有沒有仔細去了解過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跟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各位來看一下 我講到這裡各位還跟得上嗎 可以喔 好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我剛才有講到 台灣的國際地位到目前為止 一點都不正常 你可以從過去的歷史 從過去的那個 從現在的軌跡 你可以看得到 出去外面的奧運代表隊 全部都是中華台北隊 你有看到台灣隊嗎 沒有 我們出去外面 他們中華台北隊 甚至中華台北隊 也不能掛中華民國的國旗 不是嗎 很丟臉的 只能掛五個圈圈的旗子 所以台灣的國際地位 沒有辦法正常 因為台灣人他搞不清楚 他以為台灣人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他不知道台北才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那裡 其實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那時候他把所有的 台灣人都規劃成 都說改成中華民國國際的時候 英國 法國他們都有跳出來反對 那時候美國還有諮詢 菲律賓的總統 因為 蔣介石他們的父子 在台灣倒行逆施 可不可以讓他們流亡到馬尼拉 這是戰爭史裡面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國際檔案的資料的解密 他們真正就對菲律賓的總統去詢問 可不可以讓蔣介石父子 蔣經國寫給他爸爸的信 爸爸那個英國跟那個是美國 好像要叫我們繼續流亡 不讓我們待在台北了 然後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流亡到馬尼拉 菲律賓總統說可以啊 那時候讓他去就好了嗎 他說可以啊 但是只能流亡兩天 他只讓他待兩天就對了 他說一家都是賊的人 來我這裡不知道偷多少東西 怎麼可以讓他待太久 所以說兩天 他說兩天就不用了 我是要比較久的 看來可以有60幾年這樣 流亡到平坦60幾年 所以兩天就不用了 所以流亡 然後後來又遇到南北韓戰爭 南北韓戰爭 他又突然又需要中國國民黨 去打中國共產黨 那時候我們很多的台灣人都傻傻 去參加中國內戰 我們其實不用去打那場戰爭 南北韓戰爭關我們什麼事情 823炮戰關我們什麼事情 他們中國的軍隊兩個打來打去 我們幹嘛要去 我有一個長輩 他說他那天真的是 他那天真的是 剛吃完晚餐一走出來 然後炮彈就在前面掉下來 嚇一下 他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他說他也不知道 那時候怎麼會去金門 去那裡造兵 然後炮彈在前面打下來 他一回頭看到 他一回頭 就看到他們那個師長 因為他是類似傳令兵 他一回頭 他的長官都沒了 他要怕他在長官頭前 他一回頭長官都沒了 兩顆炮彈都過來 他後面的全部被炸死 他頭前被炸死 後面被炸死 中間就他沒有被炸死 你在命很大 那我們不懂 我們幹嘛跑去金門 我那時候去馬祖的時候 我也嚇一跳 我那時候差點沒有辦法退伍 那時候是1998年 1988年 那時候剛好遇到那個 中共說要打飛彈到台灣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伊拉克去打科威特 他把科威特佔領了 所以呢 那時候我們在馬祖北竿 我們就接到命令 要死守北竿 我們不有任何的後援 我那時候剩兩禮拜退伍 運氣實在太好了 我們當兵 尤其在外島 兩禮拜退伍就是放退伍架 每天都可以看MTV 準備退伍了 結果我們的洋長 又拿一支槍 裡面有好槍實彈 大家叫我派槍去看MTV 我去看MTV都很小心 因為我怕穿不去 穿不去就死了 所以 連去便室都要帶穿 很可能 然後S腰帶打著 上面都是真的子彈 那兩個禮拜是這樣度過 我真的很怕沒有傳回來台灣 想一想我根本不用去馬祖 日本天宏到現在還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有台灣的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循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地位的正常化 根據國際法的規範 萬國公法是所有的法律的母法 他是最高的指導原則 再一次跟各位強調 萬國公法裡面就有寫到 要佔領不得宜傳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這裡面 台灣地位要正常化 就是讓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流亡 就這麼簡單 請問一下各位 在這裡很多 我弟弟比較小心 他也會很擔心 他說 我們如果接政權跟國民黨 就像在立法院一樣 在行政院這樣子 跟他們起衝突怎麼辦 你難保不會有死傷 對不對 我們要接政權 如果這樣子 那些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 你今天一到那個 單位去 假設你下到單位去 你到一個區去當區長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 就是中華民國以前的事務官 你是政務官 然後那些事務官 都不相信你講的 台灣民政府 他們只相信中華民國在台灣 好 然後那些人如果跟你起衝突怎麼辦 他們可能一兩百的 你只有一個人去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會怕嗎 我想說本來就要留在台灣 就不簡單了 因為他們到時候會被分很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你要去接 你去接 結果人家都 他都 去給中國已經打到 頭部都傻了 都說 你這是假的 我們是真的 結果他說我們是假的 你知道嗎 兩百 兩百多的人 一直跟你說 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我告訴各位 沒有那麼恐怖 請問一下 當初 蔣介石 拿到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來到台灣 是誰把他送來台灣的 誰准許他來台灣的 美國 美國 現在 不可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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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請走 當然美國 美國會請走 我們現在 是要把誰接 我們要把 中華美國接 還是美國軍事政府接 美國 美國 所以美國 要有人幫你保護 你如果去 比較壞的 譚圍 比如說你去警察還是怎樣 美國有海軍陸戰隊幫你保護 你要擔心 母委他們會幫你挑出來 我們會去很平和的轉移政權 好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遵守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心山和平條約 我們一直從頭到尾都跟各位講 舊心山和平條約 到現在到目前仍然有效 他完全是一個有效的法律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我們不用 不使用暴力 不使用武力 但是我們用各種方法 讓流亡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我們用各種方法 我們登報 我們去日本 我們去美國 我們去用很多的方法 就像他們用的兩面手法一樣 我們用很多的方法 讓他們離開台灣 最後 民政府的立場 是對中國殖民的政權 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所以我們有很多政治局委員說 他今年不繳稅 但是各位 要先衡量清楚 如果那個時間沒有 大家想像那麼順利 你如果被 目前在台灣還被罰稅金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繳得起 所以你不合作也不配 要看自己的那個能力 像我敢不合作不配合 我就準備被他罰 我怕他 我們回到那個 我們的初級班 一定要受訓的教材 這裡讓各位可以看一下 了解一下 剛剛講的太專心了 非常認真 然後我現在手好癢 現在有文字在我手上 台灣民政府法理學院上課的必修教材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在台灣實施 什麼 不是啦 實施日本帝國的憲法 黃明化是很久以前就在實施了 實施日本帝國的憲法 他那時候1945年4月1號 讓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人民開始對日本有什麼 參政權跟參戰權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議員 可以到日本去參政 我們有軍隊可以代表 日本去參加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了參政權跟參戰權 那1945年的3月26號 也就是在實施 那個日本帝國憲法的前五天 美國軍隊跳跪台灣 跳島戰術去打琉球 所以1945年的4月1號 同時同一天 台灣實施日本帝國的憲法 琉球也被美軍佔領 所以1945年的4月1號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成立 他一佔領之後 他會馬上成立一個軍政府 1945年的8月20號成立沖繩諮會 1946年的4月20號成立沖繩民政府 1946年的10月3號 安美群島臨時北部南溪諸島政廳 這些都是一個臨時的機構名稱 到了1947年的3月1號 成立貢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到1950年的12月15號 成立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所以真正台灣民政府的 真正的完整的名稱應該是什麼 台灣列島美國民政府 他到6年之後 成立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到7年之後 整整7年之後 成立琉球政府 所以美國軍事佔領日本 琉球的模式是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設立沖繩民政府 公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設立琉球政府 這是合法的 然後慢慢的琉球回歸到日本 所以我們要尋日本 尋琉球模式回到日本 那所以台灣應該是怎麼樣的模式 這才是正確的呢 這我們要了解 慢慢的我們就朝這個目標去建立 我們開始跟美國跟日本 建立良好的關係 依照戰爭法的推論 美國軍事佔領日本 台灣的模式應該是 成立台灣 美國軍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民主黨 民主黨 最後一集會跟各位說 我們現在 我們生幾樓的不好怕 都沒有人老爺的不好怕 什麼台灣美國軍政府 什麼外國 什麼日本 反正很多很多的 我們的一些不孝 都沒有來認人老爺 然後就成立一堆 那很正常 伊拉克那時候 那個一大堆的民政府 但是美國只承認一個 我們只要美國承認就好 其他都不重要 美國承認台灣民政府 這樣就夠了 管他什麼一大堆的 好 那時候台灣美國軍政府 應該要設立一個台灣民政府 結果他派蔣介石來到台灣 所以變成中國軍 佔領日本台灣 所以應該對 這是台灣中國軍政府 應該要成立 那個中國應該成立一個台灣中國軍政府 然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前面他都有了 可是後面他就亂了 後面他私心作祟 他想要讓台灣直接就變成中華民國 所以他完全就不理台灣人民的一些聲音 他完全不理 然後開始欺騙台灣人民 這69年來 一路騙下來 騙到各位現在 坐在這裡突然有一天覺醒 我們在課堂常常會談到 注意力的恢復 各位現在來這裡上課 你就重新開始恢復你的注意力 我們稱之為覺醒 你開始醒過來 你會開始 對很多事物 你會開始 產生了一個好奇心 你如果 對很多事情習以為常 比如說你回去人家 便想在哪裡 電視在哪裡 遙控器在哪裡 便宿在哪裡 你都習以為常 你就失去注意力了 你的注意力完全在喪失的狀況之下 因為你太習慣了 你閉著眼睛都知道 你家的擺設 你如果有一天 這是金門發生的 有一天 有一個人睡醒了之後 他發覺的奇怪 他躲在臉上 我的電視怎麼會變成這樣 本來放在哪裡 我的便室怎麼會變成大台 你會有什麼想法 在金門實際上發生的 他的電視換地方 冰箱變得比較大 所有家具擺設都變了 床上還有好東西 人家抬走了 不是 你沒有看到那個新聞嗎 他酒醉了 然後跑到樓上 他本來應該樓下 走去樓睡整晚 再去起來 那你的注意力就會錯亂 你會想 我們家怎麼會變這樣 趕快衝出來看門口 門牌不對 讓你教授 讓你教授 把人家睡了一個晚上這樣 事情大掉了 這是真的 在金門他喝醉了 跑到樓上去睡 很奇怪 那個女生為什麼睡覺不關門 為什麼不守門 現在讓她跑進去睡 我在講這個笑話 是要讓各位知道 你的注意力開始醒過來 你要對很多事情 你開始要去探索 待會潘老師 他會告訴各位 用邏輯怎麼去推論 去聽聽看 你去思考 開始去認真的去思考 你會對很多事情 開始重新恢復你的注意力 你看 在那個時候 他應該設立一個台灣民政府 他沒有設立 然後呢 他應該成立一個台灣中國民政府的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改制成為台灣省政府 或台灣民政府 或台灣政府 名稱不管 不管 他就要成立一個台灣民政府 他也沒有成立 他要成立一個台灣省政府 然後呢 李登輝後來不是說要廢省 李登輝說要廢省 然後美國說不能廢省 為什麼 台灣省政府是一個 戰爭法之下 成立一個很標準的一個架構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所以只能動省 準備將來還給台灣民政府 中國佔領當局 在1945年的10月25號 依照盟軍的協議 分配佔領日本台灣 沒有協助台灣的 本土台灣人 設立台灣民政府 現階段本職為台灣中國民政府的台灣省政府 所以在戰爭法的架構之內 他有義務協助台灣民政府 乃至未來台灣政府 設立運作 實施他的佔領責任 誰 誰要實施他的佔領責任 所以我們每次演講都在要求美國 請你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實施對台灣的軍事佔領的責任 這是你的責任 每一次我們網路上每一次都有超過十幾萬人 同時線上在觀看 包括美國人 所以我們每次都在跟他們呼籲 請你正視我們台灣人 一直這69年來一直生活在政治煉獄 我們台灣人到目前都沒有國籍 請你正視這個實施 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實施你對台灣的佔領責任 在台灣地位 國際地位沒有正常化之前不能廢除 所以在1952年的4月28號 中國殖民政權在美國當局的認可之下 代理台灣美國軍政府繼續佔領日本台灣的領土 中國佔領當局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 美國當局完全有立場 在親自執行日本台灣佔領之後 依照戰爭法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美國他有跟台灣治理當局 也就是中華民國講得很清楚 台灣民建物 是依照戰爭法設立的完全合法的機構 你不能走開嗎 我開著我們的車牌 紅色的車牌 當然我是按照美國的指示 我們上面是掛紅色車牌 下面是掛中華民國的車牌 開在路上已經半年多了 有沒有被警察攔下來 當然有 有 我們的官庫給我拿下來 他搖下車窗很客氣的問我 因為我正要去台北演講 我穿這樣子 你要穿這樣 我先決條件你要穿到正式 他就給我問說 請問一下 你是打一國的外交大使館的車子 我愣在那裡 我說請你 因為我現在關時間 請你上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第二次警察走下來 也是問我說 是打一個外交官 中國人不會訓練我們當外交官 就算你的口才再變 你的口條再好 他也不會訓練你當外交官 他的那些基金會什麼 都是設立 為中國人設立的 所以我們 台灣民政府 是按照美國軍事政府的 完全的那個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設立的 所以你在 你只要按照 我們民政府所發布的所有的消息 官方的官方網站發布的消息 你不會被中華民國刁難 中華民國佔領當局 對被佔領 對被佔領方的本土台灣人 他有兩面手法 從1949年 1945年 這些時間他來到台灣 1946 1947一直到後面 包括戒嚴38年 他都是用這種方法 第一個 你如果不順從 If this obey 以佔領日本台灣之後 對不順從中國佔領軍治理的本土台灣人 祭出美國所承認的戰爭法 予以最嚴厲的懲罰 什麼 死刑啊 你知道蔡財源蔡老師說 他那時候被抓到台灣神級被總司令部 他在地下一樓 他在地下一樓 叫他 膠袋又坐電影 已經疼了 躺在桌上去睡 他說怎麼聽到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在哀嚎 他就問老兵 電腿不是跟地下一樓 他說有啊 怕老兵就去地下二樓 地下二樓 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在練腕力的地方 用手指頭 用這樣子 掐死一個台灣人五塊 等水樓 電視一個五塊 你完全都這樣子 就像人間消失 你說蛤 會比較有 他就是他在地下一樓 已經在十八層地獄了 他說會比較有 他親口講 如果你順從 解放中國台灣 所以把本土台灣人納入 中華民國憲法體制 企圖就地合法 將台灣併入中國 企圖就地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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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都有這個企圖 然後卻都沒有辦法 就地合法 就像他一直想要保有 聯合國的席位 卻被人家踢出去一樣 所以剛剛那個老師 剛剛潘義長不是在講 轉進轉進對不對 怕蘇 糟糕 一樣的道理 他所有的都是運用他的那個 他想要運用文字 用文字來騙你 對於中國佔領當局 對於本土台灣人不順從 沒有辦法生存 順從呢 就會被視同 你是正同中國 所以 中國人的兩面手法 讓本土台灣人進退為股 輪於政治煉獄 然而本土台灣人 也可以採取兩手策略回進 一方面 需要順從中國佔領當局 用戰爭法 暫時效忠 沒有辦法 你是台灣自己當局 所以我們暫時效忠 不要做任何無謂的犧牲 我們要的是中華民國政府離開就好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離開 另一方面 我們連結美國日本 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跟中國完全切割 以後他只是我們的貿易的朋友 我們以後就像瑞士中立國一樣 跟全世界都是貿易的好朋友 也沒有我們談到那一晚 但是我們不會跟他們牽那些什麼 福茂這些 我們談的是兩個日本跟台灣這樣 日本台灣跟中國 簽立對等的 因為各位如果真正去了解福茂 你會發覺真正他就是用大企業 來欺負小企業 讓台灣的小企業 沒有辦法生存 慢慢的這樣子蠶食精吞 上ECFA的官網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民政當局的概念是什麼 民政當局支援 他任務活動 讓各位了解 我們以後的任務活動就是 民事援助善意領土的民政當局 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履行條約協議或國際法發生的義務 所以美軍他不管有沒有在台灣 他都實質佔領台灣 只要台灣有戰事發生 這裡面你可以上去民政的官網 他這邊就有我們的要念的這個 這一篇很長 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完全念給各位聽 只是讓各位知道 美軍他隨時隨地都有權利 都有義務 來保護台灣 而且他可以自由進出台灣 關於自由進出台灣 等一下潘友謙發老師會告訴各位 有一個台灣的那個電視當局 自己在報導的很好笑 他們的核彈頭來到台灣再離開 都他們自己在講的 然後他們的國防部長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知道說好可惜 早知道千金難買早知道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這樣講 我常常跟他講說 我們不要講那個 其實在協調的過程裡面 你跟朋友在聊天的過程 你要跟他講千金難買早知道 萬般無奈想不到 橫批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是台灣人民政府 你也真的不知道 什麼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如果有一天 你來上完課 上完三天的課 你了解 了解很多的 我們台灣民政府 很多的在國外 在台灣的碩士博士 這麼致力在研究 國際法戰爭法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你是多麼的可憐 被騙了69年 我們一起再更認真的 把我們的萬國公法 把我們的國際法 把我們的戰爭法 讀通 讀熟 讓我們台灣的 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 可以讀到正確的歷史 這樣好不好 好 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大家